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了安新桥塔调装媳妇典礼 安新桥塔高达了130公尺 对于安坑轻轨工程而言是一大突破 也将成为新店的新地标 因应夏季的高温 台北市交通局决定缩短中午时段红灯停等秒数 从最多120秒减到90秒 希望可以降低骑士和用路人烈日曝帅的时间 东南科技大学结合了产观学界 成立了无人机科普教育基地 将共同来推动无人机专业认证和人才培训 让台湾的智慧产业更具竞争力 欢迎收看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我是卢云璇 头条要带您来关心地方的发展 而坐落于新店的清晰河滨公园里面的安新桥 连结了安坑轻轨 还有捷运环状线和14张捷运站 日前在新北市长侯友宜将特地出席了 桥塔的吊庄的祈福典礼 而并表示这一座安新桥的桥塔高达了130公尺 是国内相当少见而且超高的桥塔吊桥 不仅对于安坑轻轨的工程是一大的突破 而未来也将成为新店的新地标 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出席安坑轻轨工程中的 安新桥塔吊庄完成祈福典礼 这座安新桥跨越新店锡 是国内首座单塔携张演价复合式轨道桥 将连接安坑轻轨和捷运环状线14张站 市长侯友宜表示 桥塔完工不仅代表着安新桥工程迈进一大步 对于安坑轻轨的整体工程来说 更是一大突破 今天是我们的安新桥 桥塔要吊梁的典礼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因为这个桥梁 是我们全国最长垮际的轨道桥 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表示 坐落于新店清溪河滨公园的安新桥 施工过程需要克服许多困难 包括在细河中只落下两吨 桥塔因为要附和桥体的主要重量 所以设计为10度轻角的A型塔柱 桥塔高达130公尺 是国内少见的超高桥塔轨道桥 完工之后远远就能够看见安新桥 未来将成为新店的新地标 这起起来130米的桥 225米的桥 它是我们新店的地标 未来只要我们远远遥望 我们的安新桥 就知道我们新店到了 我们新北市的大门山区 最小的地标看到了 那是我们的精神象征 安新桥全长502公尺 桥塔基础是以42根 全套管机桩深入河堤的35公尺 并且钉入盐盘 完工后搭配12对携张脚锁稳定桥体 市长侯友宜强调 安坑轻轨力拼在110年底完工 111年通车 目前的进度已经达到57% 完工通车之后 将大幅提升安坑地区捷运转成的便利性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新北市三重卢州区 有不少的足球爱好者还有运动员 而长期苦无安全舒适的足球练习场 因此市议员王威元就特别来提拨建议款 来请三重区公所在极限环保公园内 来新建一座标准的足球场 预计11月可以完工 而年底前就可以开放来使用 刚拿下新北市足球冠军的三卢代表队 队员们齐聚施工围离边 期盼这座属于自己的足球场能早日完工 由于三卢地区缺乏标准的足球练习场 小家门必须到新庄借场地相当不便 因此新北市议员王威元特别提拨建议款 建议三重区公所在极限环保公园内 新建一座标准足球场 我们一直发现在我们三重卢洲地区 没有一个足球的练习场 所以我们后来循循秘密 终于在区公所的帮忙之下 我们找到了在我们极限公园 刚好位于三重跟卢洲的交界 那我们要来做一个五人制的足球练习场 非常谢谢议员能够帮我们争取到这个场地 因为我们平常常常都要去新装练习 就是很麻烦 在这边就是比较近很方便 三重区公所表示 这块空间将设置五到八人制的足球场 除了有平整的天然草坪 相关标线照明设备外 也会有裁判席球员休息区等设施 工程经费约八百万元 透过像中央要许的经费跟市府的经费 还有议员这边的帮忙 让我们这边希望未来整理出 一个大型规模的五到八人制的场地 那还可以做五到八人制的正式的比赛的使用 那未来也会设置一些新的 就是除了球场以外 我们也设置一些休息区 让提供球员或是球员的家长 也可以在旁边观赛 就是使用这个球场 然后带动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些足球的运动风气 在三重区公所和王威元议员的努力下 基建环保公园足球场 12月底前就能开放使用 让足球爱好者运动员 拥有一个安全舒适的练习场 足球 Finalway 因应夏季的高温来动辄就是33度来起跳 台北市交通局就决定来缩短中午时段的红灯停灯秒数 从原本最多的120秒而减到了90秒 希望可以降低骑士还有用路人曝晒的时间 机车骑士在路口平等红绿灯 路上行人撑着洋伞等着过马路 夏日午后高温动辄33度 红绿灯一等就是120秒起跳 让用路人吃不消 因此台北市交通局决定缩短秒数 减少人车等候时间 我们交通中心就是因为考量夏季天气比较炎热 所以我们有专案检讨就是缩短台北市的红灯秒数 缩短之后平均就是红灯大概可以缩短大概30秒左右 交通局分析历史数据 检讨主要干道及次要道路路口号制 在夏季6月到9月期间 缩短信义路一段与林森南路等435处 中午时段11点到下午2点的红灯秒数 检讨就是台北市主要干道红灯100秒以上的这些路口 总共是检讨了1100处 后来检讨完是总共缩短了435处 另外就是也有配合学校周边放暑假 人车都已经比较少了 所以针对这部分我们也有简化实相来缩短红灯秒数 交通局表示秒数调整后 会持续观察车流疏解状况及路段连锁性 并视民众反映情况随时检讨调整 呼吁用路人行进这些路口时 遵守灯号行驶维护交通安全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刘翔廷采访报道 又到了孩子们最开心的暑假 不过专家就来提醒父母 还是要来多注意孩子的人身安全 根据统计近10年来的居家环境 总共就发生了87起的坠楼事件 也造成了34死53伤的悲剧 而另外根据了国防医学院的调查 孩子发生事故时有64%是在家里 看似温暖的避风港 其实也暗藏着危机 几分钟前还活蹦乱跳的小朋友 在家长没注意时 竟然意外坠楼身亡 这样的坠楼悲剧 近10年来已经酿成了34死53伤 即使在民国96年 内政部营建署就已经修订 建筑技术规则 避免孩子因为踩踏 攀爬而坠楼 不过因为各县市认定标准不一 儿童坠楼案件依然不断发生 这样的一个阳台 可上边还是有可踩踏的 然后造成孩子死亡后 我们的建商很快的去把修正 整个都踩成是平的 所以我们建议说 法规要去修正的话 要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阳台 就完全是平的 像图片上不少阳台前栏杆 还是有突起雾跟踩踏点 让儿童有机会攀爬而坠楼 不过即使在民国102年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也通过了儿童房罪条款 如果家中有12岁以下的孩童 可以设置房罪设施 不过许多都被管委会打了回票 连家长为了孩子的安全 去装设的隐形铁窗 管委会都有这么大的权力 硬要他拆掉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不合理 当时我们修订这个法令 就是认为儿童安全至高无上 争议可能是构造形式的问题 或是本身管委会不了解这个规定 等等这些我们也要求地方政府 能够透过地方政府所主射的 这个争议事件调解的委员会 来能够做调解 除了要求修正规则 明代也建议 要对规范加强宣导跟执法力度 并全面检视各个社区规约 纳入房罪条款 让儿童坠楼事件不再发生 记者顾餐永 签摸摸道 第四届新北毕业季 今年新北市府串联了全台 21个艺术校园 在6个场馆中展示了555件作品 并从中挑选了三次世界 在市府一楼大厅展出广告带领先赌一款 第四届新北市场 刚刚一定要左转了 要左转不要左转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穿 你太快了 参数照相 你到底要用着你 好 好 看多多看 你知不知道大车的转 幅度很大 有视野死角 你怎么就要找人 出门没意外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 酒驾零容院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欢迎回来凯波大台北数位新闻 看重了无人机还有智慧产业的潮流与发展 东南科技大学就结合了产观学界来成立了无人机的科普教育基地 未来将共同来合作推广 并且来推动无人机的专业认证 还有人才培训 让台湾的智慧产业更具竞争力 随着科技智慧化发展 无人机技术研发与应用成为智慧产业的潮流 并且蕴含了三兆新台币的市场商机 看重了这股新兴科技的发展 东南科技大学结合产观学界 成立无人机科普教育基地 共同为无人机专业认证与人才培养而努力 我们未来东南会在这里面开一系列 初级班 中级班到高级班 都是属于无人机应用方面的 那当然也有休闲方面 以前都是无人遥控 现在也不需要到遥控 现在电脑程式一输入以后 可能它就全部都可以自动的 它甚至可以去做一些 休闲性的表演移书都可以 让我们这些真正大学里面的精英 青年人能够学到这些 当然我们也希望 通过东南大学能够往下推动 让我们的高中职的青少年 国中小的青少年 能够有机会更早地接触到这些 让他们我们也开一道门 让他们有机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能够去翻转他们的人生 接触 就在世界的 再创造几个世界之光出来 对于东南科大在无人机产观学 联盟合作上的努力 新北市教育局局长张敏文 在出席记者会时 给予高度肯定 并且表示透过学校课程的教授和人才的培训 让国家未来的科技产业发展更具竞争力 能够务实自用 尤其是在于人才的培育 真正能够跟产业最做最好的连结 将来能够应用在他未来的工作职场上面 我相信这是对于整个新北市或对全国的整个的无人机或是整个科技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关键 在记者会上展演了无人机操作情形 东南科大校长李庆宁表示 无人机应用的领域相当的广泛 包括国土安全监控 警政巡逻 农药喷洒 运送等等 未来在产观学合作之下 将共同做推广专业证照职业的培训 认证考场共同营运 以及就业辅导 技术与产业发展专案的合作等等 希望无人机科普教育基地的启用 能够搭建起与国际交流的平台 共同开发无人机广大的应用市场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新北毕业季今年迈入了第四届 而为了充分来展现学生的毕业成果 市府就特别串联了全台21个艺术校戏 在新北市六个场馆中来展出555件的作品 而并从中来挑选34件作品 在市府的一楼大厅来展出 欢迎各界朋友踊跃来参观 3.5米高的人体器官 高挖在市府一楼大厅 虽然相当突兀 但穿作学生认为 粉红色的肺相当源源不断的青春与活力 独特的观点 让新北市长侯友宜频频点头 新北毕业季今年迈入第四届 为了充分展现学生的毕业成果 市府特别串联全台21个艺术校戏 在新北市六个场馆展出555件作品 希望打造媒合平台 让产业界看见年轻学子的才华与创意 透过这样一个公开展览 表现学生的创意 让他们四年的成果 能够让所有产业界来分享 也让产业界从里面找到适合他们的人才 做一个美合 侯友宜指出 市府愿意做年轻人的后盾 打造更宽广的平台 并宣布明年要将毕业季 扩大升级为博览会模式 让更多更好的作品 被挖掘出来 扩大发掘更多更好的作品 让我们的产业界能够发现 所以我们明年只会办一个毕业博览会 我相信不是只有把六个场馆 555件的作品展现出来 会有更多的学校 更多的作品 更多元化的不一样的成果 让我们的产业界 多样的来做一个选材的活动 3 2 1 请开箱 新北毕业季精选展 青春Blessing 从即日起至7月12日 在新北市政府一楼大厅展出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参观 一窥台湾新生代 鬼才艺术家们的无限创造力 凯博大台北市会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民国41年发生在新北市 石定区的陆窟事件 被当地人视为白色恐怖时期的 伤痛记忆 而新北市府和在地的齐老 希望可以走出伤痛 而首度结合了当地的资源 转化为艺术寻根的活动 而7月6号将在陆窟事件纪念碑 来举办108年的 新北市石定陆窟文化之旅活动 活动包括了历史建筑物 还有生态导览 文化导览 还有在地美食 还有DIY体验 希望让更多人可以走进石定 来认识陆窟 在石定国小的战鼓表演中 为108年新北市石定陆窟文化之旅 揭开了序幕 为了让更多民众能够了解陆窟事件的人文故事 石定区公所将于7月6号 在石定陆窟事件纪念碑举办系列活动 规划用脚走陆窟 用途导读历史 用力创造灿烂人生 用心传承好味道等四大主题 邀请民众来到石定探访山城文化 从那个纪念碑那边开始 然后沿途会有导览之功来介绍 我们当初幻灵我们路窟的一切 然后慢慢走之后 我们在沿路上也有我们石定的一些蓝蓝 那个袜子的产品 还有一些地方美食 那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会到我们的活动中心 活动中心我们里面的图案 就是会进行当初路窟事件的一些事件 让后辈人知道说 曾经在石定有发生这件事情 这次的活动同样才网路报名 一开放三百个名额随机而满 主活动将设在光明市民活动中心 沿线将有免费DIY体验 包括草边艺术植物染瓦瓦DIY 并由在地培训的导览员 介绍石定路窟境内的历史 人文及古建物 光明里里长杨万一表示 虽然路窟事件是当地人的伤痛 但期盼借由活动 让大家了解这段过往故事 在民国43年的时候 因为路窟事件的关系 那么改为光明 改为光明村 那么这个名字沿用到现在 那么这几年来呢 政府这一个政府部门呢 也比较重视过去我们所受的伤害 那么也希望说 借着办活动 把大家以前所留下来的伤痕扶费 区公所表示石定拥有丰厚的文化资产 再加上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让石定富含独特的故事与文化 透过路窟事件这起人文历史 希望让更多人走入石定 认识石定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台湾位置于雅热带 适合水果的生长 有水果王口的美誉 而农委会农粮署就和农业科技研究院来合作 来辅导业者利用当季的水果来制作特色的料理 烘焙产品还有手摇饮料 希望可以挑动消费者多重的味蕾 画面中的冰影 红黄两种颜色搭配起来相应成趣 看来让人垂涎三尺 为了推广台湾本土水果 有业者把爱文芒果加上火龙果 制作成连网红都爱的双橙冰沙 双色混搭相当的吸睛 优先使用本土的水果来进行使用 对 然后特别是有生产履历的 因为有生产履历的 它在用药跟农监管理上 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安全跟保障 台湾是水果王国 一年四季都盛产水果 农委会农粮署与农业科技研究院合作 辅导连锁加盟业者制作特色料理 烘焙产品跟手摇饮 希望能够挑动消费者的多重味蕾 要让我们的国人先了解 到底我们有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要舍尽求远 所以我们希望这么好的东西 近越远来 就是说把这些产品 让我们的国人先了解 先享受到之后 同时我们要对全世界的观光客 跟他们讲 到台湾来 必买 必去 必看 必吃 必喝 把这些产品能够推广到全世界 无论是拥有香皮融入在筷子饼 还是利用火龙果外壳加上鲍鱼 以及其他食材制作而成的创意料理 都让人感受到台湾水果王国 这个称号绝对不是浪德虚名 各家业者也借此推出特会专案 希望让民众品尝到台湾水果的好滋味 开播到台北输入新闻草的话 采访报道 欢迎光临幸福城市台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台湾年轻骑士许浩宏还有赖军府 6月中在环续电子的赞助之下 前往了中国浙江省的渠州市 来参加中国的围棋以及联赛 而赛事结束之后 两人又立刻返台继续参赛 在第九届的有识杯十段赛的决赛之中来对弈 而比赛是采五番三胜制 而第一局就由许浩宏来取得胜利来正式领先 第九届有识杯十段赛 挑战赛第一局 比赛开始 请拆指 年级18岁的徐浩宏 及17岁的赖军府 在环续电子的赞助下 于6月前往了浙江渠州 参加了中国围棋一级联赛 徐浩宏拿下了三胜五负 赖军府拿下了四胜四负 对此红面棋王周俊勋表示了 两人在中国唯一联赛上 未达到当初设定的目标 而身为台湾优秀的年轻骑士 期盼接下来的比赛都能绿获夹击 他们现在都是台湾最优秀的年轻骑士 那当然很希望他们能够在 在上一节能够赶快到达 譬如说我以前的高度 甚至超越我的高度 然后能替台湾的职业骑士 能够在世界赛上有好的成绩 由于是浩宏他今年已经有很多世界赛 替台湾参加世界赛机会了 很希望他能够赶快打出来 能够替我们进世界前八前四这样 第九届有试杯经过了初赛 复赛后 有突破重围的赖军府 挑战去年时段的徐浩宏 来争夺本届时段的头衔 而在赛前 教练周俊勋接受访问时 也表示了徐浩宏在比赛时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赛前大概大家预测应该还是徐浩宏稍微占优势 那浩宏的骑本身非常的快速 所以所有对到他的骑手都下起压力很大 那军府下的也算是比较慢的 所以我想就是时间上我们军府会有很大的压力 那预测大家评估应该是浩宏稍微比较占据一定的优势 第九届有试杯时段赛才五番三胜 第一局经过四个小时的胶着对降后 由持白子的徐浩宏拿下首胜 而下一场比赛将会在7月8号举行 赛军府是否能扳回一城也请奇迷们拭目以待 记者台北市综合采访报道 台铁环岛之星的观光列车换了新装 和易游网还有台湾的三立欧来共同合作 赤资了千万来打造Hello Kitty的兵分列车 而除了车厢的外观 内装也一并是大改造 卡拉OK的车厢 专属的吧台餐车 还有DIY的手座活动车厢等等 期待来借由Hello Kitty的高人气 来带动另一股铁道旅游的新风潮 粉红色的车厢搭配特制座椅 一旁还有Hello Kitty陪伴大家DIY客家麻吉 玩不过瘾可以到隔壁车厢 享受唱卡拉OK的乐趣 想吃东西还有专属吧台餐车 提供美食和饮料 台铁重金打造Hello Kitty兵分列车 要带大家全台玩透透 那这一次大手笔 我们不但是车体的彩绘 还有里面的车里面的装饰 全部都包装起来 另外我们还有开发了很多车上的用品 2008年台铁推出环岛列车 就深受国内外旅客喜爱 去年载客人数突破5.5万人 今年夏天特别和易游网台湾3DO合作 为环岛之星换上新装 不只外观有彩绘 车厢内装 备屏也全面更新 势必能带给旅客全新体验 我们期待台湾这个铁道观光 透过这种主题式的列车 可以带动环岛的旅游 里面有非常多 把我们观光旅游的一些台湾的特色 把它融入在里面 一定会带来轰动 Hello Kitty环岛列车共有六节车厢 每节车厢对应不同的主题 交通部长林佳龙 期待大家尽情探索车厢 尽情拍照打卡 让Hello Kitty环岛列车带动风潮 为2022年要推动的铁道旅游热声 海拨大台本数位新闻 姚翔廷采访不到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北市气象 大家好 我是又涵 一开始几个天气重点先提醒大家 那我们在今天礼拜四 新南风增强在我们台湾附近水气量还是比较偏多 在我们新北市 山区午后还是会有短暂争云的情形 还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的较大雨势 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卫星运图 那我们在今天礼拜四 新南风逐渐增强 在我们台湾附近的水气量还是比较偏多 在我们新北市 上午的云量也会跟着争多 那午后在我们山区还是会有这个雷震雨的发展 有机会会有这个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出门的话还要特别的留意小心 而从明天开始水测量会逐渐在减小 在我们山区的午后还是容易会有这个雷震雨的发展 如果预期在这个雨势跟降雨范围都会比较减小 出现比较大雨势的机会就会慢慢的减低 如果出门的话还是要记得 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讯息 在我们山区还是会有这个雷震雨的发展 那会持续到礼拜五 不过在礼拜五的话雨势就会比较减小 到礼拜六也是类似的天气情况 那我们在我们过来几天的话 都是比较类似的天气情况 上午的话还是比较以多云时勤为主 午后都还是会有这个短暂震雨的情形 出门的话都还要记得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讯息 那最后这个活动推荐给大家 是我们这个护尾防灾宣导主题馆的开幕启用典礼 那么也是我们这个本市呢 首作的这个防灾宣导主题馆 那么它有很多的活动可以来闯关 像是有这个自行车救护队 可按造型气球还有小小消防员等等的 就在我们这个礼拜五的下午2点半到5点 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护尾防灾宣导主题馆 来闯关拿奖品咯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下次再会 以上就是今天的凯布大台北数位新闻 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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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